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位人兄真的是飞降乱雾 活半辈子让后人记住了他的勇猛 最后董卓完全没有人会给他正面评价 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混蛋 他就是坏到骨子里 似乎很少会有人像董卓这样 差评率100%好评率为零 他让别人恨死了他 那如果说到刘表这个人呢 大家会有什么样的印象 似乎不会很好 但是也不是很差 拥有一分基业 但是被当时所有的英雄们都评价很低 很出色的人会被记住 很邪恶很辣的会被记住 但唯独刘表这样的人 给人的印象是个草包 曹操是看不起刘表的 他手下的谋士国家也看不起他 说表做坦克尔 什么意思 用我们现在的流行语就是 刘表 吹吹牛逼还可以 言下之意就是 真干点什么大事 刘表是干不出来的 诸葛亮在龙中队对刘备说 荆州是用武之国 而其主不能守 此代天所以资将军 将军岂有一乎 啥意思 荆州是个好地方 他的主人是个草包 这是老天送给你的 你还不快去抢 诸葛亮在说这句话之前 还说了好几个人 说曹操是邪天子 而令诸侯 此城不可与争锋 说孙权是国险而名副 贤能为之用 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吐掩 那都是相当高的评价 怎么话锋一转 到了刘表这里 就是天所以资将军了呢 在诸葛亮眼里 刘表的地盘就是送给你的 不拿白不拿 鲁硕在对孙权的谈话中 也说了 曹操不可足除 但是可以搅除皇族 禁罚刘表 禁长江所及 聚而有之 还是说打不了曹操了 但是可以打刘表 天下普遍的能人知识们 对于刘表的评价 都不是太高的 这样的刘表 是怎么能够 跻身到天下诸侯的行列中去的呢 据三国之说 刘表长八尺鱼 自貌甚伪 而且很有名声 为人正直 他参与了东汉末年的党故之祸 被宦官追捕 年纪轻轻 做到这些 也很料得了 但这都是小事 刘表真正的大事 是拿下荆州 三国志和后汉书记载 荆州原来的地方最高长官 叫做王瑞 他是荆州的次使 说到王瑞 他有一个侄子很出名 叫王翔 这个人被列入二十四小 因为他握冰球里 冬天的时候 睡在冰上帮继母捕鱼 董卓乱政的时候 关东诸侯组成联军 讨伐董卓 当时担任长沙太守的孙坚 也出兵北上 途径襄阳的时候 他要求刺使王瑞一起出兵 其实 孙坚和王瑞之间早就有矛盾 孙坚曾经帮助王瑞一起平定林林 贵阳 但王瑞看不起孙坚这样的武将 所以 孙坚要求他出兵 王瑞就趁机说 你杀死曹营 我就出兵 曹营是荆州的武林太守 王瑞跟他不合 正好能借此机会 让孙坚和曹营 这两个自己讨厌的人 拼个你死我活 这个曹营很有对策 他伪造了一份公路大夫 瘟疫讨伐王瑞的西文 上面列举的王瑞的种种罪状 孙坚看到西文 以为是真的 就去擒拿王瑞 很明显在打仗方面 王瑞根本不是孙坚对手 他甚至连打的机会都没有 孙坚用了一个遍开城门的计策 他伪装在士兵中间 让手下士兵在城外喊 我们帮你做事 现在连物资都没有 请你赏赐一些财物给我们 王瑞以为真的是士兵们 想来讨要赏赐 就打开城门 孙坚入城之后 抓住王瑞 宣读习文 王瑞被逼得走投无路 就自杀了 可以看出 这个时候的天下 还没有完全形成后来的割据情况 王瑞是荆州刺史 管辖范围是荆州七郡 包括孙坚的长沙郡 也包括曹银的武林郡 但很明显 他们之间矛盾重重 上下级关系并不是非常密切 可以说王瑞能完全掌握的地方 只有他直接管辖的襄阳等郡 这与后来刘表之下的荆州就很不同 可以说刘表的荆州做了内部的基本统一 最起码他们一致奉刘表为荆州的老大 听从号令 不能违背 这是刘表和王瑞的区别 刺史没了 董卓向汉县帝尚书任命刘表接替这个职位 于是刘表往荆州上任 但荆州这块地方并不太平 前面王瑞的死就是一个例子 想要坐稳刺史不容易 但元术的南洋 孙坚的长沙位置大体是正确的 实际情况比想象的更糟 元术把南洋这个地方占据了 不让刘表的人通过 而且荆州各个地方当地的大族势力都开始搞割据 苏带宣布自己为长沙太守 孙坚被元术表建为豫州刺史了 被誉成为华戎县长 他们都拥兵自立 在当地称王称霸 刘表没有办法 就自己一个人匿名到荆州去 到达宜城 刘表仅凭自己一人是难以成事的 他开始展现出能臣的一面 马上找到了当地的宽悦 宽良兄弟以及蔡茂蔡氏宗族 他决定要利用豪族来进军荆州 宽良说 这里之所以不太平 是因为缺乏仁义之道 只要能实行仁义 百姓就会归之如水 宽悦说 这太平盛世靠仁义 这乱世要先靠权谋 元术这个人 使得没有决断力的匹夫 苏代 贝宇都是蟒夫 他们都不足为虑 而各个地方的宗族首领 都很贪婪 残暴 他们的手下不拥戴他们 我这里有些人手 如果去以利诱惑这些宗族 相信他们会来归附 然后你就杀了他们中的无道之人 安抚他们的手下 以得致之 必定能得到百姓的拥戴 如此 整个荆州都可以传习而定了 宽悦的谋划非常凌厉狠辣 他也像诸葛亮在龙中谋划 与刘备一样 为刘表评定荆州指明了方向 不得不说 宽悦是个人才 怪不得曹操后来南下 得到荆州却说 不喜得荆州 喜得宽亦度尔 宽悦是人才 而刘表能用之 刘表也是英明之主 至少在现在 于是 刘表一计而行 赵宗族五十多人前来赴宴 在席间 将他们全部杀死 兼并了他们的部众 江下的张虎 陈生聚首襄阳 不肯归附 刘表就派宽悦去将他们劝降了 自此之后 刘表的威名传遍荆州 各个郡县的割据势力 统统经去逃走 刘表控制了荆州六个郡 除了被袁术占领的南洋郡之外 对于袁术 刘表是讨厌的 但是他却先向朝廷上表 推荐袁术为南洋太守 向他示好 这可能也是刘表 向整个关东联军联盟的示好吧 没有派兵去讨伐董卓 自己这个刺史也是董卓给的 暂时向联盟军示好 是合适的 反动联盟军不久就解散了 袁绍和袁术兄弟反目 袁绍结盟了刘表 钳制袁术 刘表与孙坚 袁术的矛盾重新激化了 袁术就让孙坚进攻刘表 孙坚的军事能力是非常强的 不仅帮助过王瑞平定荆州 讨伐董卓的战斗中 群雄都是消极的 敢于进攻的只有曹操和孙坚 曹操在行阳被董卓军打败了 而孙坚获得多次胜利 打败董卓部将胡枕的是他 斩杀华雄的也是他 不是关羽 董卓害怕孙坚派人劝降不成 又亲自与孙坚交战 也被孙坚打败 董卓让吕不断后与孙坚交战 还是被孙坚打败 可以说孙坚一路杀尽 洛阳 面对这么强大的对手 说不怕是不可能的 刘表作战不利 闭门不战 但刘表的运气在这个时候爆发 孙坚在与刘表部将皇祖的作战中 重击被射杀 刘表解除了他自上任以来 遇到的最强劲的对手 这个对手如果不死 很有可能提前改变三国时期的整个局势 孙坚死后 袁树再也没有能力打败刘表 而刘表趁机截断袁树的良报 迫使袁树彻底退出南洋 出走到衍州 豫州一带 不久朝廷又任命刘表为荆州牧 刘表成了正式的荆州最高行政长官 董卓的部将张继来攻打荆州的南洋 重见而死 荆州的官员都来向刘表祝贺 刘表说 张继是因为没有粮食才来的 我们和他交战作 这作为主人来说很无礼 我只接受调宴 不接受庆祝 这件事做得非常漂亮 很得人心 张继的部众因此而对刘表心服 张继从此带领张继的部下成为了刘表在北面的屏障 多次帮助刘表抵挡曹操 刘表坐稳了荆州 并保住了成果 打死 打跑了敌人 还额外搞来了一个藩鼠势力 这两个敌人 一个藩鼠 一个是孙坚 一个是袁树 一个是张继 都是大名鼎鼎 那么这样看来 刘表的能力也不会很差吧 事实上 荆州在刘表之下 成为当时战乱时期的太平乐图 前期的刘表可以称得上英明 但他的使命似乎就是要到荆州上任 坐稳朝廷给他的荆州刺史而已 等达成了这一目标后 刘表就开始进入安逸 守成的状态了 无论是对于偷袭曹操也好 其他人的地盘也好 他都没有兴趣 但当曹操进攻张绣时 刘表立刻派兵支援 打跑曹操 看来 刘表的座右铭是 不是我的我不要 是我的我死命宝 后来 曹操和孙权等都认为刘表不足为虑 可能就是看出了刘表的这一特点 而刘备 孙权都是荆州为必争之地 也一直都没能实现 直到刘表死去 荆州才彻底变天 变成真正意义上的天所以滋的地方 最后用历史学家何兹全先生 给刘表的评价作为结束语吧 他说 如果曹操是知识之能臣 乱使之奸雄 那么刘表就是知识之贤臣 乱使之庸人 好了 今天就先说到这边 记得订阅按赞分享 胖胖说故事 我们下次见